雨萱 刚讲是 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谁先的 好 龙平先先的 现在谁在执行 现在是蒋万安在执行 被收押的这个所谓的市议员 是国民党是谁 是国民党的市议员 那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 结果柯文哲 蹦来 跳出来 对这件事情表达非常强烈的愤怒 不太强烈的愤怒 还说我这件事情忍了八年 忍了八年以后把公文丢出来 可你说这些事情 它不跳出来还好 公文不丢还好 一丢 火真的就烧到柯文哲身上了 保达哥 我讲啦 台治光这个案子 你知道像什么吗 像台北市政府的魔戒 魔戒 但郝龙平是谁 打造这个魔戒人 把这个魔戒给造出来了嘛 自己有没有带 那是英令当别的 但我就问了 这个魔戒后来辗转落到了柯文哲手上 柯文哲有没有把这个魔戒给掏上去 他有带上去吗 掏上去了嘛 紧紧的嘛 八年就穿在手上了嘛 来 我跟各位讲了 很奇怪嘛 因为我们今天讲 签了这个合约 上权入国对不对 我认同 独厚台治光对不对 我也认同 那我就问 那你柯文哲这八年期间 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合约 那不是很奇怪一件事情吗 那我就问 请问郝龙平在这段期间 有没有跳出来 有任何很大的反应 没有 这谁的反应最激烈 柯文哲 不跳 第一时间各位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陈崇文被收押开始 柯文哲就跳出来讲了嘛 那理由很简单 我跟各位讲 柯文哲怎么戴上这个魔戒了嘛 好龙兵 打造这个魔戒叫什么 让台治光可以把台北市 包括警察局 包括监视器 所有的光纤网路 由他来负责了 对不对 他整个全网通吃嘛 就开个大门了 而且保障25年 对 保障25年 而全网通吃 而且不管是往后的优先顺序权 台治光都拥有第一顺位嘛 那我就问他 奇怪了 你知道保障哥 柯文哲在他任内 包括我们讲整个台北市政府 你知道跟台治光签了多少的紫合约吗 几个 4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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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嘛 这个事情跟五大币案一样嘛 你如果觉得有问题 柯文哲应该要做什么 可是他今天这个所谓的民众党的发言人 跳出来讲没有办法 你的母约就这么规定啊 母约就讲 台治光有这个所谓的优先议价权 我跟着母约走啊 对嘛 那你柯文哲最擅长的做一件事情叫什么 五大币案我们是不是专门砸锅 专门接壁 对 不是啦 各位我反退一件事情好了 台北大巨蛋卡了多久 这个案子能不能卡 不能卡的案子都给你卡八年了 请问台治光这个案子会难处理吗 当然不会嘛 而且再来啦 你除了签了47个合约 你给台治光几个标案 16个标案 什么台北市的市立大学 什么运输处 一方面骂说台治光有问题 他这个东西怪怪的 不是笨就是坏 结果他自己跟台治光绑得很紧 还有各位第二件事情 请问一下台治光现在现行的价格 包括4.6亿元也好 到现在的5.5亿元 我不管你差9千万还差多少钱 这个价格是由谁伸出来的 柯文哲伸出来 跟他不是讲吗 他说同样的标案 为什么我4亿多 交到你讲完变5亿多 差了8千万 你给我交代清楚 各位我再跟各位报告 也是因为柯文哲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柯文哲在106年的时候说 各位报告 我们要把所有监视器的画质 调成200万画素 跟他平常最爱讲的画素一样 把画素往上提升 结果往上提升之后 他就得付出一个代价 你网路相对应的素应也要拉高 我跟各位讲 你如果有直播就知道了 你如果播1080 对不对 就是你网路硬梅 你知道会怎么样吗 全部脸都固在一起 他会自动压缩 他的画质会自动压缩 所以根本没有发挥任何用处 所以当柯文哲把这个摄影器的画质 提高的时候 他106年绑定的时候 跟这个光线的时候 请问一下 是不是相对应的网路就要提升 所以 我虽然说我觉得2M就够了 我嘴巴讲2M就够了 但我这边把画素提升 画素提升之后 我就非用3M不可了 对没有错嘛 然后再隔了3年109年的时候 马上把合约原本只有2M只有4M 突然订一个3M出来 3M是他订的啊 对而且价格还有够奇怪 他说 哎呦 我跟你讲啦 郝龙斌760块 我跟你讲 我就讲说3M 要撑3倍 各位有人这样算的吗 不是这样算 保险哥 我们知道现在流行什么吗 光纤网路 光纤网路你知道几M起跳吗 100M 所以按照这个价格 如果按照柯文哲算法 不好意思 你这个月网路费要缴10万块 而且还有2G的 你可能要讲多少 200多万 这柯文哲的算数 他会有这么单纯这么无知吗 直接乘上3 当然不可能嘛 1M变3M 直接乘上3 就是优惠厂商嘛 那不然我就问几个柯文哲 问题好了 为什么要把化石提到200万 为什么要强迫大家一定要用3M 把这些东西全部包裹在一起 而且最后执行端是谁 通通都是柯文哲啊 所以他现在跟你讲 我跟你讲啊 你这个蓝绿 两个在那边弄啊 我忍你很久了 如果真的忍很久 柯文哲以前拜托打蓝又批率了 早就翻桌了嘛 所以你搞懂了嘛 为什么这个时候 柯文哲第一时间要跳出来 好龙斌不急 柯文哲急得要命 理论上来讲好龙斌是最嫌重大啊 当然啊 对啊 就你柯文哲在急什么 马规条约是你签的啊 对对对 就是畏罪自保 畏罪自保 什么叫畏罪自保 柯文哲害怕说自己相关的作为 随着蒋安市政府把这个九千万的事情 陈冲文被收押之后 很有可能延烧到他嘛 我问为什么 不会延烧到他 只要一个人做事情 一件事情就可以延烧到他了 你知道谁吗 谁 陈冲文 他怎样 他只要在里面说 柯文哲 把三个字讲出来 他就有局了嘛 因为今天要讲的 现在被民进党已经点名了 点名就说你柯文哲 有没有跟陈冲文吃饭 吃饭的时候有没有谈到 所谓的这个光纤的案子 你知道柯文哲现在最害怕什么吗 王毅川讲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 你跟所谓的陈冲文 柯文哲两个人会面 有没有会面 有没有吃饭 再第二个 有没有相关的会议记录 还有当中的猫腻 一个细节 到底怎么定定出来的 王毅川讲完了 这个叫做示范教训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知道柯文哲现在最怕什么吗 最怕什么 如果检察官这样问陈冲 问怎么办 如果相关的检调系统 问陈冲问怎么办 他是帮检察官问的 对嘛 阿鲁点头说有 所以他现在是问柯文哲 可是检察官可以拿这个去问陈冲文 一问陈冲文 只要把相关的细节讲出来 这个叫什么 马上他之案啊 他之案就开始调查啦 马上分案调查 所以这是柯文哲最担心的嘛 所以各位你搞懂了 不是柯文哲想要蹭身量 也不是柯文哲什么 王332026 他目前的眼界没有这么多 柯文哲是在政治场面上 遇到麻烦最想要跑的一个人嘛 他怕了 怕 柯文哲怕死了 所以他叫什么 反正我先把你东西往你讲话 身上泼泼 反正弄脏了 我就没我的事情了嘛 跟他讲我做照合约来的啊 那问题是合约是谁订定的嘛 这个合约如果进到法院 如果真的跟陈冲文有关 这个叫什么 欸 他们两个在唱双谎欸 为什么 今天把钱包填满的人叫谁 台北市议会 台北市议会有那个权责 去提供预算 让柯文哲来花嘛 但今天要花这个预算的人会是谁 柯文哲嘛 你可以一毛都不花嘛 所以这是一搭一唱了嘛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跟各位报告 一旦真的送进去哦 因为他现在打一个盘算 欸 讲白了 现在请问现在 立法院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蓝白在合作欸 黄国昌今天还在帮国民党讲话 那柯文哲真的眉头眉尾的 突然去对着讲完打 那难道是说 哎呦 我这个为了我 红山商 为了我个人好处 当然不是嘛 他就是想要在这个案情 整个延烧爆发之前 先把帽子扣戴国民党头上 扣到好龙兵头上 但我讲白了 民进党是吃素的吗 民进党会这样放过你吗 不会吧 对于民进党而言 什么局面最有利 柯文 蓝白大对决 蓝白大对决之后 然后我在干嘛 把你们两边一网打尽嘛 两个人一起收掉嘛 所以柯文哲不要傻了 他这把火只会越远越烈 而且最后我保证 你跟陈崇文绝对会当好兄弟 好 我想 这个案子等于说 你在议会一直在执意 而且你觉得你要删预算 结果你发现根本删不了 在议会真的有一个 非常庞大的力量 在保护台智光这个案子吗 那柯文哲今天的想法是说 我没有办法啊 今天的母约是这样子啊 母约签了以后 我只能跟着母约走 所以今天我要在学校啦 今天我要在医院啦 甚至捷运啦 我要设置这东西 我当然只能给他啦 我只能说柯文哲 这个叫做放话有余 但勇气不足啦 他当了八年市长 他何须忍啊 他忍什么 他上任 发现这合约有问题 他马上把郝龙斌时期签约的 相关的会议记录 相关的资料 全部调出来公诸于世不就好了 对 就像大巨蛋 就像美和事 对啊 他如果知道这合约有问题 那他预算不要编这么多啊 因为他预算编少一点 送到议会来 有再多议员 就算要为台资光护航 也没办法加预算 不是吗 柯文哲他这八年来 他够点点啦 就说有很多议员都咨询过 说这案子有问题 柯文哲 我不知道他心里到底知不知道 可是他每年预算还是照编 一年比一年多钱编出来 编出来那么多钱之后 变成议会里面有两派议员 就会吵架会杠上嘛 像我自己真的亲眼看过啊 政党协商的时候 王世坚 要挡这个台资光的预算 另外一个议员 哇跟他呛瞎呛到两人 快要打起来 就李庆元 这个时候啊 柯文哲他派了一个副市长 在我们议会参加政党协商 你点点啊 没讲话啊 那如果说他真的忍很久 他只是不应该 我忍无可忍 对不对 你们这个 怎么会有位场上喉舌的人在这边 没有他到卸任前才写个问 拜托写个问多简单啊 大家都可以写啊 我做议员我也可以够点点啊 可能说有啊 我就是对这个不合理啊 我不要三妹 我只要二妹啊 我都还跟这个议会丢负义啊 是议会逼着我做的啊 议会啊 如果真的有办法逼柯文哲 做任何事情 他双成论坛就办不成了 之前议会不是通过一个诞书说 如果共鸡共剑来老台 双成论坛不准办 对 结果后来柯文哲有没有办 办了 钱有没有用 用了 有没有还 还没还 没还对啊 那他这就是 这就实际上台北市的整个体质架构里面 市长他如果真的铁了心要做的事情 议会 什么淡书什么附带局 是挡不住的 所以台志光这件事情 柯文哲是说 卸任最后一个公文 其实做做样子 我讲白了 像今年 换了蒋世福了 对 我在议会里面 我看他编5.5亿 我觉得这不对 因为按照台北市资讯局的资料 三妹的速率 其实只需要1700多块 他用2200块去算 这落差太大了嘛 所以我就立刻提出你5.5亿要砍1亿 至少砍到4.5亿 结果在这个议会里面 最后政党协商的时候 这个就有议员跳出来说 不行啦 这个不能砍了 为什么 大义名分 他讲说 监视区不能断讯 回船不能够扫掉任何一格 掉了任何一格都不行 不能掉针 不然你们说 这个要砍预算 要用两妹 万一万一有个责任 你们哪个人负得起小责任 就这样 道德勒索 情绪勒索 议会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力量 在帮这个台智光 而且你要注意 大家公开场合讲的 都是冠冕堂皇 都说为了治安 警察局的这个传述 一定要用最高规格 要用专用网路 一定不能用这个TGSN 要SLA 就讲下去 两千二 这个应该要花 只有在这种 大家这个政党协商里面 我才会讲 这个不然这样子啦 五亿五 我给你砍一千九百万啦 但是这个 但书要照我的来写啦 我就觉得 怎么厂商好像有派一个代言人 在议会里面出现 你讲到一个重点 台智光真的非常嚣张吗 台智光真的敢去威胁 市政府敢去威胁议员吗 从警察局跟台智光 在谈判的那个会议记录里面 其实我 大家可以看到 台智光寸土不让 他甚至很嚣张啊 他说好啦 既然这样子都协商那么久了 我一妹给你打折两块 一块两块 两块 千分之一 你要不要 给你打折千分之一 这个 甚至在谈判的过程当中 还这样语代威胁想说 不然你们市政府经得起三天断讯吗 哇 他基本上就是靠着那个25年 保底100亿的那个母约把我们吃定嘛 而且大家知道吗 在那个母约里面 还有霸王条款 一般啊 中华电信啊 什么三大电信 要铺光纤对不对 使用到我们的道路 桥梁地下道那些啊 每一公尺还有1.2块的使用费 要付费 加钱一年到5000万 对 台智光这个 全免 在这个合约里面呢 一年啊 免除他大概五六千万的使用费 免25年 你看光是这个免费铺设光纤网路 他25年就省了多少钱 对 让利多少 针对这些 当市长的干嘛忍 因为我们自治条例 我们台北市的法律 本来就有规定 你只要有付挂的 一律都要用这使用费啊 你如果真的是个大有为的市长 你就应该说这个契约 抵触了这个法律 你至少可以用5000万回来 你至少把这个钱收回来嘛 结果没有 每天在那边忍耐忍耐忍耐 卸任前写个公文 这个就是嘴炮有余 勇气非常不足啦 那另外他有讲 他说我今天是蓝绿两边 他完全无可耐 他说他该做都做 可是你想说 这个紫约也是他开始先干的 这个定价权也是他做的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嘴巴上说无奈啊 但实际上啊该做的 紫约真的是从他开始的吗 本来在柯文哲之前 农民刚定的时候 其实台北市没有跟台志光签订什么紫约 在柯文哲任内呢 紫约的数量越来越增加 到柯文哲做了八年卸任的时候 紫约的数量已经到达了28个紫约 后来蒋万恩接手之后又继续签 所以现在台北市跟台志光 一个母约下面生了47个小孩 生了47个小孩 所以蒋万恩今天讲说 他解除跟警察局的紫约 对不对 还有46个小孩 对 所以台志光他做的这个 每年4亿25年1百亿那只是一部分 那每个紫约又是不同的钱 每个紫约现在加上47份紫约 加警察局那一份的话 现在每年台志光可以从市府赚的钱 已经超过10亿了 所以你看这个生意 从4亿变10亿了 这生意多好做 我们是他们唯一的大客户哦 25年的长约哦 老客户哦 不但没有优惠 而且还是用最贵的价钱 对 这就是我们台志光跟台北市政府 签下了25年网路传输的卖生器啊 那今天柯文哲是在 陈崇文被收押 做的一个大动作 他跟陈崇文的关系真的很好吧 陈崇文在我们议会里 坦白讲他算是有科议员 非常有科的 如果大家把陈崇文去咨询柯文哲的画面 调出来 有科议员 你会以为他是民众党的 你会以为他民众党 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当然因为陈崇文长期 他当教育委员会的赵伟 然后他为市府的预算 护航非常的有用心 这也是为什么他跟柯文哲 可能交险不错 但我觉得以柯文哲 他的政治人设来说 应该是嫉恶如仇 可偏偏这件事情 他竟然说 什么事情可以让柯文哲忍耐八年 忍耐八天都已经忍很久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中间还有很多的猫腻可以去看 对了 刚才讲的 我本来以为说 这件事情跟柯文哲没有关系 可是越看越觉得越有蹊跷 刚才讲的 紫月是从他开始的 然后他的关系从我的想象 对没错 我问大家一件事 如果柯文哲是在2014年12月25号 那么就任台北市长 那隔年的6月 民进党的那个市政北投的议员 林世忠就执行这件事情了 就执行这件事情了 台志光这个事情 他认为这个可能有弊案 他还要求柯文哲 那时候不是柯文哲强调五大弊案吗 他还要求把它动成第六大弊案 那么柯文哲旁边的顾问 还有问柯文哲要不要把它弄成第六大弊案 柯文哲不要 不要 对柯文哲不要啊 依照他的个性 他为什么不要 你五大弊案 开玩笑到后来变成五大弊案 对不对 你都五大弊案 你都愿意弄了 你还去弄了一个沙友介 是弄了廉政委员嘛 那照理来讲 你既然都认定他有问题了 台志光 你现在不是说那时候你就认定他有问题吗 对 那为什么 他软忍八年了 为什么你就认半年 人家林世忠一个民进党的议员 直接跟你讲 直接跟你讲说这个案子有问题 你为什么不要去清查他 好 重点来 你不是忍八年吗 你不是说你很委屈 忍八年 说这个冤呢 2011年跟2012年的时候呢 是前任台北市长郝龙斌 签下来25年嘛 然后呢 你现在 你现在下面的人都说 哎呀 你们已经经过法治局警察局啊 大家都已经讨论过说 没有办法动他 你就委屈 那我明知道 你外 你可能里面是不是常有很多猫腻 那我又认为你有问题 我会采取的方法是什么 我会采取方法是 不要让你赚更多的钱 是不是应该这样子 对 那为什么2017年的时候 你又跟他签了这个纸约 你知道吗 一妹的钱是多少钱 七百六 然后呢 三妹就把它乘以三 然后就乘上去了 然后最后 他们今天还出来讲 他说谁说我没有砍 我们那时候是2280块 我砍了80块 砍了80块 我是2200块 所以刚才讲 你今天不是说 我们的主要干道 主要道路 现在是由台志光来负责 他牵的这些 三民国中 洋民国小 蓝亚 民族实验 你包括公共预助处 联合医院 市立大学 岁觉急增处 包括公共预助处 全部都被台志光进来了 我问你 如果你明知道他有问题 你是不是距离力 真的跟他砍 然后今天我又看到他们 等于说民众党 他们又出来 又有一个更好玩的说法 他说 2017年那一年 溢价 三妹的溢价不是2200块吗 他说每一年溢价 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 怎么会没有这个问题 你是到 你是到这个等于2022年才卸任 2022年之前 我请问你 你一年编多少 4.6亿 你为什么要编4.6亿 我跟你讲 那么这个什么流量 三妹多少 事实上随着时代进步 它会大量 光纤速度越快 它价格越低 对 这就是现在的这个 等于说事实真相 那你那时候还没有 等于台北市长还没卸任 你就应该跟他距离力争 你就跟他砍 砍到一直砍一直砍 刚刚不是想到1761吗 从2200可以砍到1761 那你为什么不砍 你为什么不做 然后还有 你为什么 还要让他继续赚你们 台北市政府的钱 我看不懂 你都觉得他有问题了 你都觉得好浪币可能有问题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他 继续赚你的钱呢 然后新的约 一个接着一个签 从这个所谓的大马路 小马路进到学校 进到了医院 进到所有地方 47个标案 这个是被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一个一个去查了以后 发现47个标案 最后一年16个标案 那我问你 说不过来 为什么呢 因为你觉得他有问题 你就应该不要让他 好 又有个东西了 说怪海龙斌 当年流程 前25年的不平等条约 然后里面有个优先租用 对不对 今天游淑慧讲的蛮有意思 因为他是以前的 这个郝龙斌的办公室主任 游淑慧就讲 优先租用不是一定得用 很简单 这个有意思 你知道这有意思 游淑慧讲的是 优先租用并不表示 我一定得用 你可以跟他溢价 对 你每个代位要跟他溢价 你的价格太高了 你去年这样还勉强 但是你隔年价格太高 我可以不要用 他自我任内 你这些得标 台志光得标的东西 他都说是因为 而且刚刚讲到 你前面很多都是 限制招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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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现在是公开招标 你可以想说 你如果价格差不多 我可以给你 限制招标是本来就要给人家了 还有 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是 柯恩哲比任何一个市长 他比郝龙斌 现在还没有出来 他比郝龙斌还急 照理来讲 人家会质疑说 郝龙斌你当年 为什么跟人家签这个约啊 25年啊怎么样 你应该是质疑 郝龙斌才对嘛 就柯恩哲比谁还急 然后马上炮虎四射 就打别人嘛 那我就不懂啊 我不懂啊 签约的人是郝龙斌 然后现在的市长啊 帮人家擦屁股的是 这个等于蒋万安嘛 那你这个中间这个八年 他现在不是骂 那个蒋万安吗 蒋万安今天 把这个2017年 柯恩哲跟人家签的 这个台志光签的紫和约 费作费嘛 然后他现在就讲说 重点是母约啊 你应该跟这个台志光 母约的部分作费 那我更不懂了 如果你这样讲的话 那为什么你当八年的 台北市长 你不跟这个台志光 这个解约作费呢 你在八年的台北 你说当八年的台北市长 又怎么样 还有 那么现在呢 他这几天不是自己的承认 现在被收押了 国民党的议员 卷入这个案子 账户里面都2500万的 台北市议员 陈从文嘛 他跟他 关系好不好 他自己这几天都承认 关系好 他真的关系好 我听国民党的议员讲说 他们好到什么程度 听说 听说陈从文生日的时候 柯文哲还亲自到他家去注授 注授 当年选举的时候 当年选举的时候 陈从文搭了场子 还让柯文哲上去支持 国民党的候选人不能上台的 是在下面发纪念品握手 丁手中不能上台 只能发 就柯文哲在台上 所以不是你一句话 不是柯文哲一句话 说哎呀 我跟陈从文很好 但是呢 如果我在台北市长 陈从文就不会发生这个事 我听得不对啊 为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指说 你可以震得住陈从文 还是说 如果你当台北市长的话 陈从文根本就不需要 我告诉你哦 我告诉你哦 检察官跟联政署 一定要办下去 一定要把那一托拉区 全部抓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还有一些议员在里面 还有别的议员 你不要以为只有陈从文 人在议会里面直接开骂 骂蒋安安说 市政府要有骨气啊 不要自己砍几千万啊 你知道吗 听说 过去还有民进党的议员 要砍个区区五百万 竟然有不同的议员 要冲下去跟他打架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知道 台自关的水有多深 可问题是 那你过去八年 这个台北市长 到底是在干真的 还是干假的呢 好 玉蓬 是 我就看到 陈从文件 在看他所有的消息是 他的议会非常嚣张 对 那我可以干嘛 我可以以止气死 我可以不断地去杯葛议事 我不断地可以杯葛议事 我还可以去调资料 调资料 其实我看得非常不合理 我跑过八年的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是一个标准的首长制 今天台北市政府 如果不甩议员 他是可以完全不甩的 就像什么 侯友宜 嚣张到什么程度 他有些议员 我就是给你钱 有的我看不甩 我就是不给你钱 我不给你钱 就是不给你钱 那要怎样 可是 比陈从文平时不这样 陈从文如果没有人照他 没有后面有一个行政首长照他 陈从文不肯那么嚣张 因为在台北市议员 没有那么厉害 对 我们来看一下 陈从文为什么 才可以台北市来横着走 他曾经过去 跟这个什么 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要了三天 所有监视器入口的 那个资讯的引带 你不知道那个量有多大吗 三天是24小时 24小时 所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弄到什么 连夜加班 甚至那烧路机都烧坏 然后送过去的时候呢 竟然他们的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的人竟然讲说 放那边就好 反正也没有人要看 没有看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就是整你 那为什么要这个三天 为什么要三天呢 要三天全台北市的 这个交通的引带 因为记不记得 其实曾经有一次 台志光在现场的时候 也曾经口出来啊 如果你们今天断网 三天的话 看你们怎么办 所以大家讲出这个东西的话 陈从文就掉了这个三天的 监视器录影带 整你 对 但是呢 你觉得这合不合理 这肯定是不合理嘛 你掉这三天 第一个 你有没有民众的 这个个知的问题 这都是车牌 不是 我要讲白了 今天没有警察局长的纵容 没有今天台北市政府的 是台北市的点头 他不可能 今天如果台北市政府说 我不提供 对 台北市就不会提供了 台北市长要跟议员对干 议员门都没有 对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各个局处 不只是警察局 还有其他的相关的 他要全部配合 才会这么嚣张 没错 那为什么一个议员可以叫这些局长来让政 可以叫这些其他的科事主管来让政 那就是因为他后面有市长 如果没有市长的支持 在台北市来讲的话 台北市政府里面最大的就是市长 没有市长的支持 你议员你叫 好 你所知 我不理啊 对啊 你们怎么样 我公务人员了 我公务人员我是有身份资格保护的 只要有市长的支持 他就可以不理 那为什么陈崇文还有现在来讲的 台北市议会的四小福 可以用所知的方法来修辱这些官员 那就是因为市长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 台北市议会有四小福 对 现在来讲的话 这个四小福都被点名 包括李芳如还有李富中 跟被收押的陈崇文 那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有些人他都已经否认嘛 就是当初不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现在都已经被媒体一个一个点名出来了 但是四小福的后面 如果没有市长的一个支持 如果没有没有市政府的支持 其实局处首长 我们也看过啊 你掉就掉啊 你拍完 你咆哮完 你就这15分钟 30分钟 没错 对 你嚣张完 就是这样 不是 在整个市政府里面 只有一个人在乎这个议会 不会联络人 对 只有不会联络人 我的工作人在这里 所以我很会在乎 可是现在是种 以前陈崇文在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直接跟你对干的 对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为什么很多单位都会觉得非常的痛苦 如果你市政府的市长没有支持的话 我觉得业者根本不可能会这么嚣张 所以你要讲 陈崇文涉滩解密里面 市府公务员帮为市 近10年 而且台志光还可以什么 嚣张的呛议员 好 在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你知道吗 可以进出议会的 其实就是 辅会联络人 那辅会联络人 你知道业者要怎么去找辅会联络人 他是谁 他是殡葬处的辅会联络人 可是呢 他却让川说 只要有人对台志光的预算有意见 他在先里后兵 送你什么的 然后呢 马上就说 包括议员 包括义座 我这边想要来跟你解释 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知道 柯文哲知不知道 肯定知道 你这样子来来回回 他是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 但是这八年 他们有没有意见 他们都没有意见 如果真的柯文哲 我们退院部讲 他真的觉得不合理 他真的觉得他在忍 怎么会让这个人 这样子 当着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 然后呢 帮业者这样子穿梭 也就是 今天这件事情 你台北市政府现在这样穿梭 而且你今天去威胁到议员 你现在难道你市政府没有任何风声 对 你的联赞组 你的联赞组 是你这个塑胶做的吗 你然后呢 你居然 就这样伸一只眼闭一只眼 要不然就是你真的你的行政能力 管理能力太糟糕了 我觉得简单来讲 他是冰上处的府会联络人 却是在帮其他的业者走来走去 你觉得 他的长官不会知道吗 当然会知道啊 他的长官为什么不处理他呢 那就表示他后面一定有另外一个大长官嘛 这个大长官是连他长官都会怕的啊 不然怎么可能 用这个台北市政府的公务人员的身格 来帮业者穿梭 那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公开的秘密 议会知道 议会知道 市政府知不知道 市政府知道 市长你会不知道吗 所以你说台志光这件事情嚣张到 整个议会都知道 而且议会为这个事情争吵不休 他不但争吵不休 他也可以去威胁议员 不但只有议会知道 市政府也卷进来了 我觉得市政府一定有知道 而且甚至是支持 如果没有支持的话 我觉得这些人不可能这样子 横着走八年 整整八年 竟然可以这样子 只手遮天 没有人支持 根本做不到 好 所以董事长 你先又让我茅舍顿开 一开始我讲 这件事情明明就是郝鲁明签的啊 上权辱是他干的啊 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长官 现在是讲完 跟柯平什么事 你说不对 你闻到不寻常的味道了 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一句话 有道理 就是说整个台北市政府 如果没有市长这种层级的人支持的话 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 很简单 他在呛台北市政府 他在呛警察局 你敢看我价钱我跟你断网 恐吓耶 恐吓客户他凭什么敢恐吓 柯文哲挺嘛 对不对 他敢威胁警察局耶 对他敢呛议员耶 刚刚讲林思忠要是查他 对 查他变第六大弊案啊 他理都不理你啊 然后今天柯文哲怎么讲 受够啦 我受够八年了 对八年 然后蓝绿污钱 蓝绿污钱耶 这蓝绿 整个市议会全部团结起来 一起污钱污得到吗 我预算不编就好了嘛 我预算不送给你就可以了 我合约给你拖延就可以 他怕什么断网吗 你有阵风术 你有廉正术耶 你看他呛那个五大弊案 把这个大巨蛋搞成什么样子 搞成公司快破产 他有怕吗 没有怕 他手有软吗 没有 没有嘛 所以他老是 他从来胆子大得很 他不怕嘛 为什么这件事情 他那么快速反应 太离谱了嘛 我想太离谱了 你知道吗 他说要把公文带回家干什么 所以他早有准备 他知道这件事情会 他这个事情 他把公文带回家 他还有带多少公文 不知道 但这个公文 而且胆子这个嚣张到什么程度 我们这个柯总统落选人 他把公文把它贴在脸书上 然后我们 你看看我们那个蒋万安市长怎么讲 我找不到 高文找不到 我早一个礼拜找不到 结果在哪里出现 柯文在家里 在柯文在脸书上出现了嘛 所以有没有听到嚣张到这种 已经下台还那么嚣张 他吃点蒋万安了嘛 他吃点蒋万安什么理由不知道 到底是吃点了呢 还是最后的这种叫甩锅的怪招嘛 甩锅怪招 然后第三点现在很简单 现在有人被收押 被收押 而且你的动作那么大 你以为检察官是笨蛋 你看到这个民进党怎么反应嘛 民进党不客气给打了嘛 打下去了之后 我跟你讲 跟你保证这件事情 火一定延烧上去 我告诉你 现在给检察官一个资料 这整个核心的在台北市里面 就是资讯局 这个合约资讯局主导嘛 对 资讯局就是黄珊珊副市长 督导的单位 是假的 对啊 就他们是航线一气的嘛 所以黄珊珊有没有出来讲话 有啊 讲什么话 他说这个合约是合约的问题啊 合约是什么问题 主约的问题 合约是郝龙斌的问题 对 那郝龙斌怎么不出来讲话 为什么要柯文哲出来讲话 郝龙斌为什么不把柯文带回家 对不对 你要五大弊案的时候 每一个弊案都比这个严重 他吵了天翻地覆 结果通通无奇而终 对 他为什么今天敢这样干 所以这里面简单讲 我认为还有侦查还有一个重点 因为连续有黄珊珊的选举 连续有柯文哲的选举 在这个选举过程当中 今天厂商会给陈崇文的账户里面 出现了2500万的 多于一个神秘的资金 对 你认为他会不会在 有不排除 陈崇文一定会了解到 他有没有给跟这个相关的人 所以柯文哲也好 还有黄珊珊也好 他们中间有任何资金上的网站 因为王毅川今天就问了 你有没有跟这个所谓的陈崇文吃饭 吃饭的时候 有没有谈到台聚光的事情 这个话是王毅川的问法 他正确的讲法我翻译给大家听 就是我民进党知道你何年何月何日 跟这个跟这个跟柯文哲吃饭 柯文哲跟厂商吃饭 所以这个东西民进党在手上 不知道王毅川讲这个干什么 王毅川知道这个事情 这一定不是那去吃饭的人讲的 一定是之后包括不排除 侦查不公开 不会对民进党不公开 侦查不公开是对你柯文哲不公开 这个台聚光的案子你整个看下去 我觉得整个台北市政府的府会 根本就已经烂透了 刚才讲你不是市政府有人 你今天议会根本有一个庞大的力量 再帮台聚光来讲话 这出来怎么样 今天一开始是吧 你是怎么大马路啦 小马路啦 你说监视器 可是谁让他进到校园 让他进到医院 让他进到社区 那都是在柯市府里面 就是柯文哲任内 也就是你嘴巴在讲说 我受够了你八年 我受够了你八年 你们两个集合了联合贪污 可是你一方面大开方面之门 开了很多很多的门 然后让台聚光进去哪里 进去这里吧 刚才讲的去学校啦 联合医院啦 税间居增处啦 公共府 比如说是公车处 你等于说你嘴巴讲的跟你做的完全不一样啊 对 没错 事上柯文哲呢 等于是说呢 他把这个责任全部推给这个母约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必须说 此约或是后来的执行单位 其实都是他 其实郝龙斌 为什么他跟他或许他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他从头到尾 他可能都还没有执行到这个案子 他只有签约这个部分 为什么只有签约这个部分 这个签约这个部分可能是 这个郝龙斌要负担的这个相关的问题 我觉得他签约就要负担很大的任 对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个约当初签约的时候 他是经过六四的流标 最后一次才得标 那得标者是台通光 就是现在台资光的母公司 那因为他要执行这个案子 他把它转移给这个台资科 所以当时台资科才成立 台资光才成立的这家公司 他成立的时间是在2011年才成立 那后来呢 这个台北市当然就跟他签约 完成这个所谓光纤的运作 可是他到2013年的时候 台北市政府才跟他说 你可以开始盖这个所谓 这个市区里面的这些所谓光纤 一直到2014年的7月 NCC才说你可以开始营运 所以到2014年7月的时候 他才可以开始营运 所以他那些月都还没有签 就是在这样子 那后来到2013年 那时候有一个公司入股了 因为原本的这家公司来说的话 是这个百分之百是 大部分只有台通光持有 但是到2013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约已经准备要运行的时候 2013年红海进来了 红海其实是台资光的第二大股东 第一大股东就是台通光 那第二大就是红海 红海目前持有大概三成左右的股份 所以就说他们可能当初呢 因为2014年选完的时候 如果假设是连胜文当选 那这个案子就继续转下去 没有问题嘛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当初写的剧本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后来是柯文哲当选 当选的时候呢 如果柯文哲如同刚才讲的 照理说你如果觉得这是大逼案 因为他后来2022年他要下任的时候 他就说他一开始就觉得这个是大逼案啊 对不对 他说怎么一个公司95%的业务都是 台北市 好那你当然当初知道这件事之后 你应该当初就把它点出来 他没有点 而且他后来还陆陆续续执行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后来开始执行的时间点 从2015年嘛 你看开始的2015年都是他上任之后啊 2015年 所以这个案子 台北市联合医院2015年 台北市立大学2015年 台北公共运助署 我们写的公车署2017年 包括台北公车署 台北市立大学 一样2018年 对所以为什么他现在没办法自圆其说 就是因为他既然说这个有问题的时候 那你当初为什么还是让他这么多的这个状 一直都是你在执行 所以为什么郝龙斌好像他好像老心栽栽 因为我就把这个约谈下来 但是执行者其实都是柯文哲 不是 我觉得郝龙斌现在死猪不怕滚水 当过台北市长 像他现在遭遇的只有他一个 当过台北市长基本上都是登龙之道 都直接要从总统的 他连一个基楼式的立法委员都选不上 代表那五大必案对他来讲 那是追星赤骨的痛 他在政治领域上已经没有了 他说没这么好讲话 要高就高 我虽然烂命一条 可是你柯文哲是未来有前途的人 你才是别人要攻其的法治 所以为什么现在柯文哲在整个案子里面来说的话 像什么两妹三妹传输速度费率什么问题 都是跟他有关 所以其实现在民众党就是把他推到这个母约 可能问题是细则执行 全部都是柯文哲 那因为你在执行的过程里面 现在陈崇文出事了 那你怎么办 你这里面来说 这些都是你在市政府之内 执行的所有都是你 跟郝龙斌其实关系不是很 就是说在执行这个部分 是跟你有关系 跟郝龙斌无关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你不能一推二五六 对 那所以他现在为什么很紧张就是这样 那他也知道说这个问题 可能这件事情可能真的会烧到他自己 所以他把很多公文都带回家 可是问题是现在看起来的话 这里面来说可能跟他真的是 有很多很多的关联性 可能他没有办法这个离开 因为真的执行者是他 那这些所谓的费率最后的制定也是他 然后两妹三妹那些所有争议都是他任内的 那这些你要说就是这个母约的关系 其实这都跟母约恐怕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雨昕没有想到 在漩涡之中的是柯文哲 对没有做到一点仔细观察 这个现象很奇怪 民众党理论上应该有三个人物 一个柯文哲 一个黄珊珊 一个黄国昌 结果现在毛起来最紧张这个案子是哪里 柯文哲 还有黄珊珊 黄珊珊就在刚刚还在发脸书 黄珊珊也紧张了 对比黄珊珊 发的频率都快要跟洪生案一样了嘛 12345678篇一直往前丢嘛 那我就问各位 怪是怪是什么 第一个 柯文哲是四组这个东西 我们确认了对不对 那黄珊珊她处于什么样的角色 她是资讯局的主管机关嘛 她是副市长嘛 她督导资讯室 各位你要搞清楚这个点喔 因为当你今天把镜头转到黄国昌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怪事情 你知道黄国昌今天在干嘛 还在骂蔡英文 连续发两篇文章骂蔡英文 还有做什么你知道吗 跑去立法院 草语协商跟柯泉民大吵大闹 然后全世界都在跟黄国昌讲一件事情 台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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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国昌有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完全没反应 是不是够我看懂 因为你如果从政治的逻辑去解读这件事情 不通 因为政治的逻辑解读是什么 说哎呀黄珊珊想要选台北市长 对不对 所以跟着柯文哲一起去打蒋万安嘛 打了蒋万安之后呢 两个人就可以这样渔翁得利 民进党搞不好还会加奖他 然后去礼遇他 礼让他 但我跟我讲不是 我现在搞懂了 这两个人都想要转污点证人 都在逃命嘛 黄珊珊为什么要积力的 这个澄清然后辩驳 因为会不会他在当中 也有扮演角色他也有份 否则黄珊在立法院忙得要死 你看他什么时候 这一阵子去理过柯文哲了 没有 理都不理 对不对 那黄珊珊在柯文哲打入这个战场之后 莫名其妙又把矛头转回去台北市政府 不是啊 黄珊珊他为什么要去当立委 就是因为他当议员当立了 当副市长当立了 好想当立委嘛 怎么会这时候又转过回头来 跑去纠缠台资光这个案子 不合理嘛 那再来柯文哲 卸任之后 现在你说他矛头对准奖案 结果我们一个一个爬梳 从106年包括太幻全部监视器 到后来的两妹三妹 我们讲世西公司做出来研究报告 都验证一件事情 你柯文哲脱不了关系嘛 隋宝哥看到这边你搞懂了嘛 黄珊珊跟柯文哲在干嘛 根本不是为了政治气图 也不是要跟民进党合作 你看到当王毅川讲这些句话的时候 你就理解了 你有没有跟陈从文私下吃过饭 两个人在干嘛 逃命嘛 忙着把自己的责任卸责 所以你这时候理解了 为什么黄国昌一直站在旁边 理都不理忙着这些事情 忙着跟国民党合作 因为关我什么事 关他什么事 关我什么事 这又不是我们政党 又不是民众党 又跟选举没有关系 又跟政治没有关系 单纯是看着你们两个 在互相抓替死鬼的一场好戏 所以说你看双皇的表现就很清楚 黄国昌绝对不卷入 但是黄珊珊不断地发文了 对嘛黄珊珊发文 而且你看哦 他每一个文章都乱武章吧 比如说我们要发文是要做什么 针对一个大的概念 比如说统筹规划 我要如何去护航柯文者 我要如何捍卫 结果不是耶 黄珊珊最新一篇听我的说什么 说我们106年的合约只有2.6亿元啊 那我讲话 蒋市长为什么要解约呢 台志光是佛心来的 保险哥你知道我看到这个 两行话我看到什么吗 看什么 乱 关心者乱 不知所云 对就是他代表已经开始自乱正角了嘛 跟柯文者为什么会把公文贴在脸书上 一模一样的意思嘛 爸爸我访问 不是他也有公文 对嘛你看 而且他也是把相关的合约记录拿出来 那我就问 这跟柯文者拿公文出来一模一样的意思吧 刚刚吴东讲的老板 今天说这两个怎么会有 这两个是不是内神通话鬼 还是说早就已经存仓好 留在那边档案 为了要求自保求保命符 不是啊各位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吗 他们为什么要把它po出来 根本不应该po出来东西啊 你是不是可以写 跟蒋万一样 当初看完会计记录之后 包括疫苗的会计记录中用墨背了 把相关的文件呈出出来啊 因为你一旦贴上来 大家就会开始质疑 你当初为什么要留下来 再来还是说内神通话鬼 有人把这个东西给你 但他都凸显出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就是柯文哲黄珊珊 自乱正角了嘛 因为这种文件这种东西 根本不应该在这个时间点贴上来 坦白讲他们在访的是什么 根本不是政治 而是怕说自己会成为 剪掉下一波乐坛的名单 所以总长 你又看到猫腻了 你刚才黄珊珊讲了什么话 你看见没有 黄珊珊说106的合约 2.6要母契约到 这个台资方式佛心 那这个讲事干嘛要解约 很简单一句话 黄珊珊在帮谁讲话 他抱怨谁 抱怨讲话 蒋万安他在帮台资光讲话 黄珊珊今天一个小时前 还在发文帮台资光讲话 他还在抱怨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 如此水准 还在抱怨讲市长 现在大家要帮蒋万安去抓弊案 你怎么跑来发文来打击蒋万安 所以你在哪一边 从这个选边就看得出来 黄珊珊站在台资光这边 来打击蒋万安 修理事副发言人 这种事情 台湾最重大的台北市的弊案 而资讯局是黄珊珊督导的 她的督导的是主要的权责单位 而所有的放水 所有的金额签约 母约签约都是黄珊珊督导的 而黄珊直接参与这个事情 你看着民进党再两天 名单就出来了 黄珊珊绝对跑不掉 你也说 现在黄国昌跟黄珊珊两个人的态度 太耐人寻味了 请问一下那么从好龙斌开始到现在 有市长把母约解约掉吗 没有吧 请问有没有副市长把母约解约掉 没有吧 再请问一下黄珊珊在当时在台北市当什么 不是议会的议员吗 林国成也是议会的议员吗 然后现在民政党有四个议员嘛 这六个议员请去查一下 对台资光有没有口诛笔伐 要把他赶出台北市要跟他解约 没有 查一下就好了嘛 还有黄珊珊说什么 说这个是什么 佛心来的是吧 前卫 我跟你讲 你们说黄国昌没有对这个台资光发表 有耶 他发表什么 我念给大家听 面对台资光这个收买政客 吸纳税人血的垃圾厂商 毫无如则 看完只在市长任内的职权范围内 删减预算 激励对抗甚至不惜提出复议案与议会对干 现在台资光跟政客交相贼的弊案正式扶上台面 当初复航台资光的蓝绿政客 反而开始检讨 柯文哲的可耻之急 我就问是非可以这样颠倒吗 财团勾结议会 榨取国家财产 哎呦 奇怪 好像为什么民众党 一个民众党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吗 但是黄国昌很诡异的是 他发完这篇脸书了以后 他不再发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他都不再碰 这件事情现在是从上个礼拜到现在 陈冲文收押以后到现在台湾最重要的事情 台湾政治厂商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直接把你的组织 民众党的主席 柯文哲拉在里面 到现在柯文哲各位 他有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解释了让大家都能够心服口服吗 没有啊 为什么 为什么黄国昌就 不好意思我有发了 我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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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什么 西纳税人学的垃圾厂商 我就走了 不好意思 大家我就走了 我就不碰了 我要去跟柯健平派桌子 那我要干什么我就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个性 像这种希腊所谓的人学的垃圾厂商 还有蓝绿 他就跟你打到底 战到底了嘛 出来捍卫到底了 奇怪 为什么没有啊 为什么他一卓了之啊 那好奇怪 这是你认识的黄国昌吗 这不是我们认识的黄国昌嘛 所以黄国昌知道 这个事情 大事 过去八年 柯文哲如果能够可以做 他假如做什么 还有 那既然柯文哲这么讨厌这个 等于说台志光 为什么谢任杰还给他这么多的标案 其中有两个标案 还超过上千万以上 你知道吗 所以没有道理嘛 柯文哲这么讨厌台志光 柯文哲认为台志光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给你标案 这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民进党丢出对柯文哲的质疑 除了说你有没有跟陈从文吃饭 吃饭的时候 有没有谈到台志光的事情的时候 他还特别点到说 你有四个民众党的市议员 为什么都没讲话 后来就大交就点起了 对 这是重点 为什么是重点 你不是说你忍了八年吗 你不是受不了吧 好 受不了你可能自己不方便 那你如果真的受不了了 那你的市议员应该帮你出气啊 那你的市议员怎么连屁都不放一个呢 对 所以最根本的就是说 你自己本党的议员要帮你护航 对啊 不管是从正面是反面 包括跟陈从文这种议员 对冲突嘛 对 该都可以啊 对 跟他站到底嘛 因为站了结果还可以站出一个亏点 造出一个形象嘛 对 为什么同时没有 表示这个议员知道嘛 这条不摸的也不摸的嘛 这个是老闲的事情嘛 所以你才看到今天为止 只有两个人认真发言 就是柯文哲跟黄珊珊 黄珊珊也没人讲 没人讲他 为什么今天到最后 他现在开始要丢出来了 你看见没有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 只有两个人知道 我再重复一下 黄珊珊负责督导资讯局 所以如果资讯局被搜索 被收押 或是相关的资金流向 会出在将来的 在台北市长的选举当中 那黄珊珊就中了吧 所以黄珊珊是律师 她非常懂她这个时候不应该进来 她为什么这个时候写进来干嘛 她写进来写给谁看 讲白的嘛 这叫什么 这就是宫中串供 那有一个傻瓜叫陈崇文 跟民进党的议员借了个电话去串供 被监听啊 天罗地网嘛 所以他们现在所有的公开发言 通通不是在我们趁流量 全部在串通 全部在串供 因为柯文哲也知道 早晚找到他嘛 会吗 当然跑不掉嘛 你刚刚瑞德不是讲了吗 你除了这个本约以外 你最痛恨的这个下流厂商 你又给他十几个合约 你给他这个干什么呢 是谁给的呢 对不对 到底是谁来决策 搞不好是第一层 搞不好是副市长觉醒 他柯文哲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你看到黄山珍贴出来的 也是柯文哲的合约 当然黄山珍也要甩锅 甩给柯文哲 所以这个里面 我告诉你东窗事发 现在所有的故事 就在担心 陈崇文在地检署 当污点证人 供出什么来了 他非当污点证人不可 他谈条件 他谈还起诉 或是说约定一个几年的一个图形 他动不掉 一礼拜就当污点证人